你請命退伍之後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裡 陀宗華在Netflix華語懸疑影集模仿伴中 飾演最強老爸行警林尚勇 愛女心切的模樣逼哭不少人的眼淚 讓年輕觀眾見識到資深勢地的演技實力 縱橫演藝圈超過50年的陀宗華 并且也在電影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 扮演關鍵角色經驗大批粉絲 臉書作家家有喜事工作室日前特別點出 這位資深勢地當年在報告班長時期的火紅程度 讓許多年輕觀眾都對他感到好奇 陀宗華本人更現身留言 真的非常謝謝你對我的鼓勵跟支持 我一定會繼續在這行業上好好的努力 也在試著努力看看能不能讓我變回以前的樣子 林晴明 用 郭董 我要親手好親 你的親 你來到我們單位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不管是本職學能還是團體相處 你表現得都非常地好 我怎麼看也看不出來你像是一個想要逃兵的人 怎麼樣 臉上的生活還適應了 謝謝副導長 跟在獄中的生活比起來 這裡的一切我都可以適應 很好 看來監獄的生活也讓你成長了不少 謝謝副導長 謝謝 林晴明 臉上的弟兄收到信都是馬上打開來看 為什麼你每一次收到信都收進去呢 不好 副校長 我不想有錢掛 只想好好把兵當完 那你不想跟你外面的朋友 聯絡了嗎 我不想再有朋友了 過幾年從這裡退伍 我想重新出發 重新做人 好 伯父 答應我一件事好嗎 什麼事 不然我陪你去醫院檢查 我 你不要緊張 洋瓏 其實我發現 我失去記憶的時候 我曾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感覺到很無助 也很不安 但是那個時候 我就告訴我自己 有一段記憶的空白 其實也不是那麼糟糕的事情 為什麼會把它當作是老天爺 送給了我一份禮物 讓我的下半生 能夠重新再活過一次 可是剛剛 剛剛如果我看到的 真的是我女兒的話 她 她真的是我女兒嗎 是 如果 我連我女兒都想不起來的話 我相信這應該是我這一生 最大的遺憾 是啊 家人是這種的 如果能激情的接片一起哭 一起笑 一起經歷過芬芬的美麗家人的夢 我才會更圓滿 不是嗎 對那些愛妳的家人 也是更幸福的事 我先回覆 讓我陪你訓練警察吧 好 好 我答應妳 我答應妳 跟妳一起去醫院 好 來 把外套披上 外面冷 別著涼了 謝謝 怎麼不進去呢 我想剛吃飽飯嘛 所以就出來走走 站著 鳳姐 杜伯伯 我還有一些事情要跟子豐說 我們先進去了 好 你先去忙吧 我話跟你說 十七年 妳辛苦了 要一個人去面對那場意外 還得要扛起這個家 照顧兩個孩子 如果沒有很堅強的醫療 我想應該是很難撐過來的 我還好 一點都不辛苦 都是妳 把子豐跟子晗教得很好 他們為了不讓我擔心 表現得比我還要堅強 其實 是他們照顧我 反倒是我沒有照顧到他們 我聽子豐說 妳每一年 都會帶他們去醫院道 也就是我失蹤的地方 也為了 也為了這樣 我才能安慰我自己 妳從來都沒有離開過 沒有離開過我們 沒有離開過這個家 妳是不是 還希望我搬回來 妳可以跟我說 我也很想知道 我很希望妳能夠回來 我有妳回來 這個家才能完整 我會不會 妳是在家裡 我會想知道 妳是在家裡 我們想知道 妳是在家裡 她是在家裡 妳是在家裡 妳是在家裡 妳是在家裡